二者选一的话 那应该是有趣的灵魂吧 前一百肯定有我 5.9吧 凑合 一穿大褂也不穿大褂吧 一米八一 甭走了 记得呀 心理活动这么说 当时我上了台之后 我前十秒钟都在想一个问题 我是不是忘了鞠躬了 就紧张到这种程度 说像什么哭过 当时就拜师了 觉得又特高兴 又不是怎么就断眼泪了 就是台上台下都一样 不是这样 有一句话叫相不由接 大家都觉得相演员 私底下应该跟台上是一样的 其实是不一样的 这边就是会下意识接梗 各种各样的压力 我却只能自己扛着 排解不了 我有时候特别难受的时候 什么都不干 就可能放一个音频的一个什么节目 比如听一听 严重年先生的音频节目 这那的就是听听 然后玩会儿 这个实况足球 就排解一下 就不想了这事 霸解彼此的尴尬 他跑了我的活 我也很尴尬 但是我能知道 他对于其他观众来说 他也很尴尬 所以大家听下来还是不要跑活 适当互动就好了 总结经验 总结一下 到底是因为什么 也支持也不支持 然后也反对也不反对 我不奢求他喜欢 不讨厌就行了 其实就是不讨厌 他也不喜欢听 从来不听 当个买手有可能 不讨厌